买了一个最有名的蓝莓派 各位朋友们好 我是威廉 这里是纽约长岛的波兰镇 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个教堂是波兰镇的中心 建于1906年 是长岛最古老的波兰天主教堂 波兰镇由大约15个街区组成 包括住宅 商业和工业物业 普拉斯基街是贯穿东西的主街 就是眼前的这条街 这条街从东到西贯穿波兰小镇的商业区 街上有一家波兰杂货店 熟食店 比萨店和几家餐馆 1905年左右 由于波兰分裂 通教迫害等原因 波兰移民来到这里定居 在波兰时他们主要务农 因此他们来到长岛东部搞种植 并在当地的农场工作 现在大家看到的是一所学校 以前是高中 现在是五六年级的学生在所学习 这是一个啤酒厂 这是一个啤酒厂 黄顾四周 您可以看到著名的波兰鹰标志 以及红色和白色的波兰色彩 波兰顿的街道上都有红色的路标 上面有白色字母和波兰鹰 非常漂亮的田园风光 这是一个公园风光 这是一个农贸市场 这里边的蓝梅派非常有名 七刀一个 这个小一点的是五刀 它们还有一些二十字幕 是一个公园的电影 很值得 是一种地图的路标 在哪里 是一种地图的路标 这一路上 没有人贸在那里 买了一个最有名的蓝莓派 甜酸口味味道不错 总体来说波兰镇还是一个很有特色的小镇 如果大家喜欢可以来逛逛